红七点天天有聊 昨天晚上呢很多人都说 你得聊聊这郭广昌吧 哎我还真认真看了一下这朋友圈 打开了几个 我决定还是不聊他 省得我的音频也不存在了 大家想听都听不到了 那今天聊谁呢 先来听这句话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他了 大家都听过这个调侃 这几天呢 有个人特别适合认领这个调侃 这个人就是赵进 赵进呢应该说呢是个开发商 为什么说应该说是个开发商呢 因为他还做了很多别的事 不该开发商做的事 总之呢他不是一般的开发商 他从江苏北上一路打到天津 别人拿不到的项目 他就能拿到 别人改不了的规划 他就能改 后来呢赵进终于出事了 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 这个人如此厉害 原来他老爸厉害 他老爸叫赵少林 曾经的江苏省委秘书长 熟悉咱们语境的呀 应该都能猜到 一般呢我们说到这个级别的高官呢 他都已经出事了 不出事咱也不敢聊 没错 赵少林目前已经被立案侦查了 说到这呢大家就明白了 原来这赵进呢是个官二代的开发商 昨天他起楼了 今天他的楼要塌了 这个要塌的楼 还真是个具体的楼盘 叫水岸银座 和天津海河只有一路之隔 位于这个天津市的小白楼地区 天津的朋友应该知道那什么地儿啊 位置极佳 一年底的时候 这水岸银座一开盘 就成为销售的冠军 但是从上个月开始 水岸银座开始退房退款了 他的三座超高层酒店式公寓 将全部被拆除 为什么一定要拆除呢 原来这水岸银座呀 存在这个擅自更改规划 严重偷面积的等等问题 比如说一二号楼 原来规划呢都是31层 结果一个盖成了41层 一个盖成了58层 原来规划呢都是100米 结果一个是137米 一个是188米 三号楼规划是35层169米 最后是65层208米 这么说吧 三个楼规划的总建筑面积 大概是10万平米 结果36万平米 三倍多 你说这赵金有没有能耐 得多挣多少钱 其实呢 有些买房的呢不想退房 甚至觉得要是赵金不出事 或者这楼就不会拆了 应该说他爸又不出事 或许就不会拆了 但是官方的解释是这样的 说这建筑面积更改以后呢 小区人口密度过高 会导致生活舒适度下降了 而且呢 医疗啊教育啊文化等等 公共设施呢 是按区域内的人口密度来配置的 如果小区呢 违规建设 大幅增加了这个居住人口 那可能就看病难 上学难啊 看病贵啊 等等一系列问题 更严重的是 一旦这样的超高层建筑 出现火灾等等情况 怎么办 电梯消防通道 都没法疏散这么多住户 结果将是灾难性 所以得拆 这个解释呢 也就听听 都卖了四年多了 人家老爹一出事 这楼就不安全了 要说呢 这盖楼不容易 拆楼呢也难 据说呢 拆除方案呢 正在研究制定当中 已经差不多了 由于周边呢 建设拥挤 没法这个爆破拆除 只能人工拆除 这之前呢 天津乃至全国 都没有拆除200米以上 超高层建筑的经验 应该说 这也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 但硬骨头也得啃 就要把它拆了 那到底是不是必须拆 咱们说了也不算 但是我们知道 肯定又有一大堆山一样的 这个建筑垃圾 成功的生产出来了 生产这山一样的垃圾呢 消耗了又大量的这个建筑材料啊 大量的能源呢 大量的劳动啊 产生了大量的这个 废水废气 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都知道 拆楼的这些钱 也会寄入GDP里 就是GDP里啊 既有楼 有桥 有机场 有火车 也会有垃圾 那么谁应该对这堆垃圾负责呢 不知道 起码赵进 付不了这个责 但无所谓 这块寸土寸金的地儿 又空出来了 想开发的人 那应该不缺 再花一堆钱 再制造点GDP 解大欢喜 都挺高兴 赵进的楼呢 要塌了 但许多的楼还立着 立着呢 不代表就是活着的 全国的死城 可不是一两个 这也让很多地方的这个官员们头疼 去年呢 辽宁城第十二届人贷会 就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 提出要解决辽宁新城建设的空城化问题 这些年呢 辽宁看上去是大发展了 起码房地产是这样 沈阳啊 大连啊 安山啊 营口啊 铁岭啊 锦州啊 丹东啊 等等 这些市都建起一座座新城 这些新城少则几十栋楼 多则上百栋楼 但是到了晚上一看 全都漆黑一片 铁岭新城曾经被央视曝谷光 说那是一座死城 营口市霸鱼圈 被网友称为鬼城 锦州市 随着这个临港经济区和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建设 也有数十栋 高楼八地而起 但是住户多不多呢 好像也不多 那怎么解决这个硬骨头呢 辽宁开出的药方是 建设相应的交通商场 餐饮医院 还有学校等等配套设施 但是也有犹豫 如果花了这个钱 完善了这配套设施 大家还不来买房怎么办 于是呢 有些地方政府就又想了一个主意 我自掏腰包 来补贴你这些买房的 我来当雷锋 最近呢 雷锋就频出 比如浙江杭州市富阳区政府 就是雷锋 前天呢 区政府下发了通知 说富阳区促进房地产市场 健康稳定发展 实时的细则 规定呢 只要在这买房 买新建商品房 只要你取得了这个房屋 所有权证 我给你 百分之一的补助 按房款啊 而且学历越高 补贴越多 比如说你是本科 那补贴百分之1.5 硕士 博士 院士 什么千人计划 省级专家 等等等等啊 两院院士呢 补贴的最高 一市一亿 就相当于招聘的时候 说工资免疫 或者呢 干脆一次性补助你80万 一次补助80万 哎呀 这得称满一书包 不仅是富阳区啊 还别的地方呢 也在学雷锋 四号的时候 河南浦阳 决定补贴农民进城买房 对农民买新房呢 每平米补150 买第二套改善性的 每平米呢 补100 买二手房 补200 另外呢 农民进城买房的 这个首付款比例啊 贷款呢 都执行这个最低的利率 还有呢 由浦阳市财政出5000万 市政府呢 在这个房地产管理中心 设立房屋住房的担保机构 就是你买房的 这我替你担保 还有河南的洛阳 河南市也做出决定 就从这个月开始啊 农民还有外来人员 在市区内买房 那就会很多 购买普通商品房 享受这个汽税 百分之百的补贴 就不用交税了 基本上 然后非市区的这个 户籍人口的买房 可以享受按揭贷款 第一年全部贴息 还有再早呢 就是四川梅州市 也决定对农民买房 进城啊 买房财政部门 给予每平米300块钱的补贴 梅州那个地方 房价本来可能就不高啊 每平米补300 相当于本科或者硕士啊 不过我真的要提醒一下 农民朋友 看到这种好事 咱们一定要悠着点啊 你看 没有房子着急 杜福老先生就说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批天下寒事巨欢言 那现在有了房子了 房子还多了 大家也着急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巨欢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各位喜欢听 就捧场下载一个 蜻蜓FM的ACP 很容易呢 就找到我的红气点 红气点栏目的这个微博呢 就叫红气点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还有我个人的微博 都叫张红 欢迎关注 最后呢 是广告 鲁太纺之 纺出梦想 织旧人生 一直比蓝罐保健 保护嗓子和一直比 愉悦医疗愉悦 让科技 律动 生命 同期点 下周 咱们接着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